主席 我們各部會的先進 各位媒體同仁先進 大家好 有關於我們 本總裁在欺感熱錢這方面 大家有目共睹 有長足的一個成效 所做的文藝也沒有白費 那有關於 目前政府正在祭出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的一個條例 俗稱收屍稅來冷卻房市 本席也會全力來配額支持 在這邊 我有幾點見解 就是有些人認為 台灣土地取得成本低 經濟的成長容易吸引國際熱權永日 所以打炒房的效果 必然是會有限 因為台灣的密度 以及台灣的一個經濟成長 以及台灣的一個民食風食習慣 所以說距離很近 而且社區 林立 不像其他的版圖 很廣泛 一個村莊跟一個村莊 路途遙遠 所以在這邊台灣來肉錢 進入的話 回縮快 那當然在這方面 就 很有這方面的條件 所以 在這邊 我要請問總裁 主席請總裁 我們先請彭總裁 你認為 七趕肉錢的成效 到目前為止 大家都認為 已經立竿見影 不過 因為 整個國際情勢不斷的變化 包括最近 日本的一個地震 海嘯 以及火山爆發 接種而來 那因為日本跟台灣 在一個經濟共同體 而且 早期 台灣的經濟 依賴日本的模式 也是蠻森嚴的 所以在這方面 你認為 你目前 所有的政策 推動 七趕熱錢的成效 以及 目前台灣境內 還有多少的熱錢 滯留不善 不管你用怎麼樣的方法 它總是有本事 為什麼 因為 留在台灣總是有錢賺 雖然我們目前 有一個 祭出收死稅 要來冷卻防市 不過 畢竟 這些人 你政府有政策 他有對策 好像 總是 道高一詞 謀高一詐 謀高一詐 總裁請你說明一下 首先 要謝謝盧委員的指教 盧委員提到的熱錢的問題 熱錢就是 那些進進出出 進出平緩 同時 以謀起短期利益的 為目的的資金 叫做熱錢 那因為我們國家已經開放 華僑以外的投資 國內有價證券 我們只能夠依 依據這個規定 叫他費進來的錢 依規定的用途使用 因為存款不是有價證券 那麼借鑑保證金 不是有價證券 所以呢 我們叫他 依規定使用的結果呢 那個 全日 費進來的錢 變成借鑑保證金 那一部分 一千兩百億已經費出去啦 買公債呢 我們獲得了 進款會的協助呢 你進來的錢 最多百分之三十能夠買公債 所以這些公債的部分 已經減少了三百億 大概這些 沒有依規定使用的新台幣資金 大概有出去了 差不多一千五百億 那我們每天都獲得密切注意 他費進來的錢 有沒有依規定使用 希望 你能夠來穩定 在目前相當動盪的一個 金融風暴 尤其金融海嘯 金融風暴 包括呢 巴巴水災 我們好不容易走出這個陰霾 現在要面臨 日本的一個 經濟 必然的一個 倒退 因為受到地震 以及海嘯 以及呢 還有核災的影響 到底什麼時候 能夠穩定下來 可能 都沒有什麼把握 我們會不會受到波及 直接 總裁你來控管呢 而且現在 有錢賺 所以說 天啊 這件事 台頭的行李有人做 了解的行李有人做 了解的行李沒有人做 可憲 大家 家中 鬧窄 就想要鬧一筆 不然的話 沒有這種心態的存在 我們怎麼去祭出收死稅 我們祭出收死稅 有時候 也會造成孫海 很有可能 沒有辦法面面激到 很有可能 會爛殺無辜 所以在這邊 民進黨說 哇!你也不錯 把你學得到 兩個政黨都把你學得到 必然 你確實有這方面的長才 和努力 所以 提到一個性格 民進黨說 我還想要搖擋你 來做副總統 但是我感覺 他那是你幫你肯定 你或是 你的 工作領域上 好好發揮 等於說 我們 來穩定 我們共產黨的經濟 這樣也 等於 做出 不會輸總統 副總統的貢獻 所以在這邊 做一個提示 那我再次來請問一下 就是說 媒體報導 月底 要召開 央行 李監事的會議 可能會再生息 請問總裁 事後真的會生息 生不生息 是考量 考量 夠是什麼 拜託你算命中 向盧委員報告 總裁是理事會的主席 那麼 理事會是多視覺 必須要出席 過辦事的出席 出席過辦事的同意 才會決議 而且 根據中央陽 理事會的議事規則 在理事會開會之前 任何理事 不宜發表 對貨幣政策發表談話 所以這個問題 我現在是沒辦法答 請原諒 那生不生息 你認為 對於穩定 金融重不重要 像委員報告 這個問題 我們在理事會裡面 一定會 詳盡的充分討論 那你覺得 以你的專業 以及目前的一個集市 有沒有可能 生息或是不生息 我現在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請你原諒 這個好像 極大的機密 不是 因為還沒開會 我不能代表 你是會宣布 好啦 那我不勉強你 我想 謝謝 只要你這次貢獻 能夠穩定集市 我想大家都會感謝你 謝謝 那 總裁請你休息一下 我請李部長 我們現在請李部長 來 魯元好 部長你好 是 你辛苦了 謝謝 你快要成為台灣的民族英雄 因為現在 打皇英雄 不是 合理化 我們讓那個房市合理化 是 但是 憑良心說 有本書的人就有本書 小老百姓的話 要貸款的話 還貸不到低利貸款 有啦 我們也提供了相當優惠的一些 如果今天 你所提供的 相當優惠的低利貸款 能夠發揮成效 也 也不會招致 今天的一個 房市 慢無阻徑的高漲 這特別跟委員報告一下 房市飆漲 那是某些特定地區 我沒有跟你辯 我是說 做討論 做參考 你是想說 有一些有本書的人 低利貸款 炒房 那當然 不難 找出這個跡象 是 有等一下他貸一千萬 結果 憑良心說 他就做本錢了 一些沒有住宅 大的人 這麼多人 這麼多人 有的欠一四人 還沒辦法買一間房 所以今天 才會造成這種窘境 但是 本書要來請教你就是說 如果 如果你在 所有的委員 支持通過 這個 特種後務 及勞務稅 條例以後 實稱 收屍稅 有沒有可能 分期來實施 這點給委員報告 因為今天我們講 飆漲 它是漲幅的問題 而不是說 金額的問題 一百萬 漲二十趴也漲二十 一千萬 漲十趴 它就一百萬 所以這個應該是 漲幅的問題 第一點 那假定要分區 或是分金額 在實務上 所以真的是比較困難 但是我們今天的對象 剛剛特別跟委員報告 一年大概兩萬戶 買了賣 買了賣 大概是只有兩萬戶左右 所以我們針對這一類的東西 短期 出售 非自用的 這個才有做售的 做到這個法條例的限制 只要你能不能 能夠 監禁 民眾的心聲 對那一定要的 這個收死稅 我想 全部委員都會來支持 謝謝 謝謝支持 所以說你未來台灣的民族英雄 非你末時 那我再請教你 有關於就是 因為收死稅 採申報制 是 要求賣方 再訂定 定約日後三十年 自動申報 是 不曾此申報 被查到要罰款 三倍 那 既然是自動申報 就是 防金值 不防小人 那 有時候 台灣每年房屋 移轉買賣 建市 至少 上萬件以上 四十萬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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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查稅的人力是否足夠 是 這點 你們有這樣做 本事 要把你競爭 但是 你們要怎麼去查稅 對 你現在就多這些工作量出來 你們要如何來降低投稅稅的比例 還有 有沒有 考慮到 試用一個檢舉的制度 這個當然也需要 眾賞之下必要用 這個當然都有 這個都沒有問題的 你們以前 現行的 這個檢舉制度 那目前有什麼加強 是 這個現行的稅建基增法裡面 或是相關的稅法 都有這樣一個檢舉的機制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特別報告就是說 買賣房屋 它金額都很大 它絕對 都有留下一些相關的紀錄 那我們基增機關 就憑這些紀錄 去做必要的查核的話 應該都可以發揮遏止這種 這個不繳稅的這樣一個狀況 過來 你們不分盈虧 不分地期 不分時間 不管景氣呢 的狀況 都是 適用於 受死稅的這個課程 總是對特殊短期出售 非自助 大概就兩萬戶 過去的這個量來看 大概就是兩萬戶 那你們要如何來掌握 有辦法 把這個兩萬戶 能夠掌握好 事實上這個基本上 沒有一定的 當然 我們根據相關的地證 護證的資料 都可以把這個資料掌握得到 那我想在這段時間 本席也特別像 我們院長以及總統 來建議 是 你們 這種 大家還不明瞭的政策 而且 務必要實施的一個很重大的政策 奢侈稅 你們有沒有安排時間要下鄉來說明 我們會盡力去做說明 我特別 請你到我的選區去說明 沒問題 你願不願意來配合 我當然願意 那我特別第一個向你 來做一個登記 希望你不要虛幻一招 不會不會 讓你這麼好的政策 謝謝 要讓你成為 未來的台灣民主英雄 你一定要跨出一大步 一定我們盡力去做說明 那我期待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